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 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深夜 能有个归宿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捧住 每次伸手入怀中 有你的温度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抵挡失落的痛楚 一个人的女主 都会孤独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用生命的残酷 无论我身在哪处 都不会弥补 要稳稳的幸福 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感谢观看 太冷了 看门呐 看门呐 很有性格 张卫健在哪儿 张卫健 卫健音业时光 张卫健 我在找张卫健人呢 在最里面那个位置对不对 真的是够了 张卫健 张卫健在吗 张卫健开门 三 二 一 张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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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卫健音乐时光 我是张卫健 欢迎 今天我能不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 以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 把我们的来宾请出来 来了 一 二 三 开门呐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开门呐 我知道你在家 开门呐 你有本事开门呐 开门呐 开门呐 你有本事开门呐 开门呐 开门呐 你有本事开门呐 开门呐 开门呐 你有本事开门呐 来 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雪姨 王玲 欢迎欢迎 你好 你好 真是千户万唤使出来啊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要把小孩子全都带坏了 现在小孩子都知道开门开门 其实开门不是一件好事对吗 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对对 来 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王玲姐 来 我们先入座 好 就算今天我们是第一次碰面 那之前我看你的视频啊 看你的戏啊 给我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 你有本事超男人 你有本事开门呐 开门呐 开门呐 就是给我感觉就是 浑身都是一种辣味 你的语言辛辣 你的身材火辣 你的举止麻辣 没错 都是那么辣的 所以没办法 其实我很熟女的 我是一直追求完美的 我突然间发现张老师 你的头发有点乱了 是吗 那快讲 说一下 棚里风大 没办法 我新改了一个新发型 好看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我来到我们现场的每一位嘉宾 她们都是时尚辣妈和她们的孩子们 欢迎 我知道今天王林姐 也是带着一个小小的心愿 来到我们现场呢 是吧 对 因为既然是未见音乐时光 就有音乐主题嘛 对吧 其实我今天是想要来 现一首唱的不是太好的歌 反应好大哦 那个 一是给所有的妈妈们 二 我也是想要唱给我的儿子听的 因为我儿子一直认为我唱歌特别难听 但是我今天我要在电视台里面 我要证明一下自己 那除了唱歌以外 王林姐 你觉得你的孩子在 在她的心中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诶 其实我在她的心目当中的形象 并不是那么完美 怎么说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 小小的 我特别生气的时候 会小小的抱一句粗口的 然后 你会揍她吗 很多小孩子问她这个问题的时候 妈妈有没有打过你啊 你看那小孩子就是 没有 一到我儿子那儿 有 然后 我们都在看回放嘛 那 主持人就问她 打你哪儿啊 屁股 脑袋 还有脸 哇 那就是很狠了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 一直对我儿子很愧疚 所以呢 我在我儿子心目当中 不是一个 就是那么完美的妈妈 上一次她还突然间问我 我记得我在上两年级的时候 你把我赶出门 我真的有一次发脾气 因为她好像撒了一个谎 我就说你给我滚 你别再回来了 我就把她推出门外 几岁啊 那时候 七岁的时候 然后她说 但是我知道我们家的密码是多少 我按完密码我又回来了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 那如果外面 有一个跟我们家一样的一个家 然后你去那个家可以吗 她说我不要 我说玩具都在哦 阿姨也在哦 外公外婆也都在哦 就是一样的一个家 你去吗 我不去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因为没有妈妈 哎哟 她很懂事 她很懂事 对 真我姓 可以 也不怪你的儿子啊 刚刚你说了 你唱的不怎么样 可是我偷偷听到你彩排 相当不错哦 那个 我儿子说我唱歌有一个特点 就是高音上不去 低音下不来 中音还有点跑掉 那你找一首歌没有高音 没有低音 没有中音不就好了 所以我今天我要唱的一首歌 就是没什么高低音的 都差不多 我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唱歌像朗诵 那个请大家别介意啊 我一会儿我朗诵一首歌 给大家听一遍 你 要不要现在就来 现在吗 要不要 现在但是我需要 我觉得是不是需要 我的两个帮手一块来 帮手来 你请了帮手来吗 我请了两个帮手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他们的歌 给孩子唱歌 一定要温柔 特别不希望就是扭扭捏捏的 老是义父与父母 所以他们应该坚强起来 就像这样 亲爱的 你现在好吗 在哪里 在想些什么 我将真心 付给了你 将孤独留给我自己 欢迎 欢迎 让我们有请 田哥姐姐礼礼礼上场 是谁 谁从你来到我身边 是那 温暖的明月明月 是那沉沉的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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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川 是那沉沉的山川 是那沉沉的山川 这沉沉沉的山川 我也是那沉沉的山川 有请柔情姐姐 陈宁 站好 等你爱我 到那只有一天 别就足够 等你爱我 也许只有一天 早就足够 你还疲惫 也许早该说 你说什么 难道真的不能 等你爱我 那只有一天 别就足够 等你爱我 也许只有一天 早就足够 唱得太好了 两位 来 再一次欢迎陈铭和李玉 谢谢 三位在大家的眼中都是闪闪发亮的明星 可是其实三位平时就跟现场的每一位妈妈都一样 是一个时尚的辣妈 我想三位能不能以母亲的身份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宝宝 王玲 你先来 我的儿子是2004年的9月6号出生 他的中文名字叫王诺 是诺言的诺 我当时给他取名字的时候 我就想要让他一诺千金 有一个责任感 好 美梦成真 谢谢他 你看我儿子 这个是几岁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就是 现在是11岁 马上就要到11岁了 陈铭呢 我的女儿比王玲的儿子要小两个月 然后我们都叫他小草莓 然后她为什么叫小草莓 是因为她很爱吃吗 因为我们当时 我看那个必超的时候就跟草莓那么大 所以就给她起名叫小草莓 现在一直叫她小草莓 她很喜欢 性格比较像小男孩 从来没有见她不高兴的去班里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那多好啊 所以她在班里就叫她Happy Face 开心果一个 对对对 所以我也希望她每天 以后都是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 对 那玉姐呢 我的儿子都比他们两个都大 我儿子是99年9月份的生日 今年到9月22号就16岁了 小男人一个了 男子汉 从去年到今年这一年是成长特别快 原来一直就是 你看她好帅 就是她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 她是混血儿吗 是 好帅 好帅 这个还挺像我的 这话什么意思 现在已经不太像我了 就这么去年到今年的大半年当中 一下子现在长得全班是最高的 最高的 1米87 哇 那应该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她吧 我问过她 然后她怎么说 她说没有 我说肯定有吧 然后她说 哎呀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可以去问你们喜不喜欢我呀 她肯跟你讲姓氏吗 你问她她会讲 她没有什么可以隐瞒我 开始的时候人家说小孩大了 你要注意点 是不是她有什么可以瞒着你的 有一天她睡着了 我看她手机 你妈妈看手机 我偷看她的手机 她的充电 她的密码我都知道 我就打开一看 看她的微信聊天 还真没有 所以这天呢 我就又给她放回去 我就没跟她说过 就放出她肯定就知道了 那这一段时间不要检电 不怕没关系 她还是蛮蛮诚实的 我说没关系 你要有喜欢你的女朋友 带回家里妈妈认识一下 我在这方面还是蛮开放的 所以玉姐 当时你看到这个没有的时候 你到底是失望呢 还是高兴 我有点失望 是吧 我有点失望的意思就是 我儿子长得挺帅的 没女孩子喜欢她呀 你别着急了 都一米八七了是吧 肯定要 我听说三位 你们在怀孕的前后 差别都是很大的 是吧 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王琳 我以前我一直不认为 我能够生孩子 我总是觉得自己的性格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我也 我觉得我不具备去生孩子 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我那会儿家里的人说 他说你怀孕那段时间 你适合去机场当那种警犬 因为特别敏感 厨房里面在煮水 我就闻到 我说是不是在烧水 因为我闻到了这个烧水的味道 反正什么味道 我都能够闻得到 就是适合于当警犬 那你闻到你会不会想吐 我那个不是吐 是喷 一张嘴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好像卡通片一样 对对对 就往外喷是 我听说啊 我听说你在怀孕的时候呢 你就跟旁边的家人说 以后我生完宝宝之后呢 我就会马上放下 然后回去拍戏 是这样吗 我说生出来以后 我就不管了 我就去拍戏了 然后邻居那个婆婆跟我说 你现在嘴就硬 等生出来了以后 你看看你到底会不会 就把他放下 你就不陪他了 结果真的是 当这个孩子从 我是抛肤产嘛 当这个孩子从我肚子里面 狠 拉出来了以后 真的是拉出来的 医生然后就拍拍我 说看一眼 儿子啊 我说 我说那个 长没长六个手指头啊 这一时你都不忘了搞了 没有 那后来就是说 当这一块肉 真的放到你身边的时候 你会觉得 离不开它了 就是一直要就是 就是含在嘴里怕画了 拿在手里怕动着 就是这种感觉 我是一直等到他两岁以后 然后我才开始陆陆续续的工作 从怀孕到生孩子 差不多三年 我就没有工作过 那现在那每一次你出去拍戏 你会不会 非常的放不下 最放不下的时候 是他两岁多一点的时候 我去拍戏 因为在扬州拍 我住在上海 然后阿姨就抱着他 他在后面跟我挥手 就是阿姨跟说 妈妈再见 妈妈再见 我就开着车 我跟他再见 就一边开车一边哭 一边开车就一边哭 那应该算是生门宝 之后的第一次分离 第一次分离 对 就是那个心里那个难受 特别特别难受 可是现在呢 其实他也习惯了我的工作性质 我经常要在外地拍戏 但是他小的时候不会 他现在开始会了 就是放学以后 会给我打一个电话 说妈妈 我说有什么事吗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想你了 就这样 所以现在才会这样 好窩心 对啊 玉姐呢 你的就是生前后 你的性情差别也是很大的 我生孩子已经很晚了 嗯 但是之前是一直就不想要孩子 我妈呢 在旁边就天天催我 哎呀生孩子吧 哎呀错过了 哎呀你长得挺好看的 不给自己留一个 就觉得晚兴 这么好的基因 就老这么催我 结果呢就怀孕了 怀孕了呢我妈就说 你必须得要 她很高兴 开始之前我想生个女孩 我喜欢女孩 嗯 然后呢出来是个男孩 哇我就开始哭了 哭得特别伤心 因为我给她买的 梦中当中 我给她买的小公主的裙啊 什么的小小孩子 小女孩的那些蝴蝶结啊 我是个挺喜欢美的 给人家打扮的那种人 结果哭了有将近一个多礼拜 天天苦天天苦 就我的好朋友说 小孩很聪明哦 那她会感觉你不喜欢她哦 你可千万不能再哭了 会小气哦 吓死我了 赶紧捧着她 我说宝贝妈妈爱死你了 妈妈爱你 天天就唱歌给她听 天天就抱着说好话 我那时候很瘦的 又瘦又薄 你想我撑这么个大肚子啊 所以所有人都以为是那个双胞胎 结果生出来以后 大夫说难怪那么大呢 她是千分之一长 生下来的时候 我所有给她买的衣服 她一哭 有多长啊 65 生出来就那么长啊 就是买的那个衣服 她只要一哭一蹬 就快破了那衣服 然后重新给她去买 那你应该不会再后悔 当初胜利的男人是吧 没有没有 这孩子自从生下了那一刻 就跟他们一样 手脚是不是齐全啊 嗯 然后呢就抱到我身边的时候 那一刻我的心都化了 玉姐今天如果我说 让你在节目上选一首歌 就是唱给你的儿子听的 你会选什么歌 那我唱那个 《青青我的宝贝》吧 行吗 好 有请 是中的彩虹 抓住瞬间是中的流星 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 摘一颗星星做你的玩具 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 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还在上面是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啦 啦呼啦啦 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 告诉你那一切 请请我的宝贝 今天我的宝贝们就是 当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呢 就是父母对孩子那种期望 寄托 还有对孩子那种爱意 我想今天这个台上我一唱以后 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跟我有这样 同样的共鸣的 我在刷牙的时候 他就是从我大喊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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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然后两个小手张开 然后让我抱抱的意思 我就觉得啊 他会叫妈妈吗 我觉得太美妙了 啦啦呼啦啦 啦呼啦啦 让他是回来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 啦呼啦啦 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 告诉你那一切 请请我的宝贝 啦啦呼啦啦 啦呼啦啦 好好听 谢谢 陈铭 之前我们的编导给我看过一段 就是你在怀孕的时候 给你的孩子录的寄语 我们现在就来重温一下这个片段 这个视频 来 亲爱的宝贝 再过些日子 你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了 很期待很开心 又有点紧张 有点不安 请你放心 我已经准备好了 要做一个勇敢的妈妈 要把你平安健康的带到这个世界 让你拥有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妈妈 我来了 咦 我的妈妈在哪儿啊 没错 你一定就是我的妈妈 你的微笑最好看 你的声音最好听 你的双手最温柔 在你的怀抱里 我觉得好温暖 好舒服呀 想想当初 你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么小 那么软 我笨手笨脚地抱着你 不知所措 可你甜甜地笑着 撒着娇 宽容了我的笨手 也是你见证我 慢慢变成一个盒子的妈妈 我一看着你 会爬 会走 会跑 会说话 我们在一起陪伴着 你渐渐长大 我也变得更加成熟 哇 很棒 好感人啊 好棒 好文性 那个真的是她的声音 对对对 是她的声音 好温暖 我好羡慕你的小草莓 如果我妈妈小的时候 那时候有这种科技 让我可以看到 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说的话 我会感动死了 今天我们节目主特别想 把你最想跟小草莓说的话 最想唱给她听的歌 在这个舞台上面呈现 其实我觉得就是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前她就长大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 都来不及陪伴她 可是孩子的童年就一次 错过了 你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所以我觉得时间 特别特别的珍贵 那你下来把这首歌 准备好了吗 来 丢请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龙模样 丢雨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 不知的这么想 光影她带走四季的隔离 我轻轻的悠长 风花雪月的树坠 我在念念你长长 光影她带走光影的都市 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出自 等待的青春 遥远的路程 昨日的梦 以及远去的笑声 再次的见面 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 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 有的时候我都有点想不起来 她小的时候的样子 所以当我在看到那些小小孩的时候 哎呀 马上脑子里就想 哎呀 她小时候的 讲的话 做的事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想说 哎呀 她如果不长大 就永远那么小 多好啊 这个时光是应该要特别特别珍惜的 因为孩子的童年很短暂 一晃就过去了 我也希望我以后能够多一点给她陪伴 感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出自 我以后的回忆的青春 太好听了 谢谢 小草莓 如果你有看今天晚上的节目的话 威尖叔叔跟你说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好好地保存这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如果我妈妈为我唱一首歌的话 坦白说我会到死的那一天为止 我都会死死地抱着 我会真而终之的 现在我们想代表节目主送给三位一份小小的礼物 一首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 身后 光说《自 canonical的第一侠》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想快抱 透尽妈妈那 grac Goldenbit 她的怀抱 幸福相不了 在怀她的时候 孕出特别严重 从第六个星期开始 就是连水也不能喝 就两次吐得住院了 就完全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的医院 医生说要不先做个B超 咱们看一下孩子的状态 医生递给我那一瞬间 就是你看到 这种点点 只有三厘米的一个小东西 扔上单子上写着 可见胎心胎牙 然后看见那个单子的时候 我的眼泪哗得下来出来 我就拿着单子跟我老公说 我说就是再苦再累 我也想就再吐 我也想继续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 You can do that 他最后能够优惣有个小伙害的 王林即将为儿子献唱 李玲玉陈铭争相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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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一次是骨折 还有一次是我在工作 然后呢 它就是把一个手 就是在那个冲凉房里的时候 把一个手放在这里 一个手去拉门 一拉以后 这整个一个手指头就断了 然后变成白色的一个扁的一个东西 它就哭得一塌糊涂 然后他们给我打电话说 你儿子的手夹断了 夹断了 整个一个断了 然后我就快晕了 我就一边开车 我就一边抖 一边到了医院 然后我就看到它 坐在那个一个床上面 它就手指头就这样看着我 妈妈 我说痛吗 它是痛 那个时候我的心真的比它更痛 然后医生说 好妈妈来了 我们要抱它进去去手术了 然后它就这样都是血 它看着我说 妈妈妈妈 就这样进了手术室了 我真的这个时候 我就快疯了 你知道吗 然后等它出来以后 我说 我说你痛吗 它是痛 我说你怎么做的手术 它说 很可爱 医生把我的手脚全绑住了 不让我动 怕它动 然后后来一看 它就缝好了以后 包上 但是那个几天 就一直是在流那个浓水 一直到了大概有十几天以后 才开始好的 但是这个是 它小的时候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是皮肉的一种伤 我的一种担心 可是我现在我觉得 我越来越担心的是什么 那开始学习上开始担心 他们全英语的 只要一有家长会 我就怕得要死 因为我不知道 该怎么跟老师去交流 因为简单的英语 就是瞎白货的 我能白货 可是有那么多的教育方面的东西 我怎么办 每一次坐到学校的时候 我就就羞愧啊 我就恨不得就挖一个洞 你钻进去 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成长 你要不停地为他操心 是 是不停地为他操心 有的时候他 因为我是有 就是不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把他的枕头啊 被子啊 就拿上来以后 往我床上一扔 他根本就不征求你的意见 是不是同意让我跟你睡 他扔了以后 他就跟我在一块睡 然后跟我说 学校的这次 学校的那个是 我听着听着 就要睡着的时候 头发有的时候会这样 遮着眼睛嘛 他就会把我的头发这样 弄开 他说 你听到了吗 我跟你说什么 我都听到了 真的像自己的一个 小情人 小情人一样 他很疼我 我觉得他疼我 胜过于我疼他 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暖 很暖很暖 对 所以今天 你的这个小情人 又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来 我们把小情人的礼物 拿上来看看 真的是他送给我的吗 小情人送的礼物 还有这样的装饰 真的吗 不可能吧 还有蝴蝶结 不可能吧 是的 来 一封信是吧 看记这个蝴蝶结就知道 估计肯定不是蓝幕祖 是吗 这是他吗 叠的这个 他会叠这个吗 他不会 我不知道他会叠这个 是他写的 那一封信吧 小情人肯定要写情书 不介意的话 能不能读给我们听啊 你能读给我们听听吗 我这儿 太想知道里面 写了什么样的情话 来 王林 拿着 好想知道 其实我平时很少流泪 我觉得我该流的泪 已经流完了 但是我现在每一次流泪 都是因为他 你不介意的话 我帮你读 我来读 好 妈妈 谢谢你陪我一同成长的每一天 很高兴你是我的妈妈 我爱你 虽然你经常外出拍戏 不在我身边 但你每天都打电话给我 你会因为我不安时完成作业 批评我 也会因为我成绩进步奖励我 妈妈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你不会的游戏 我会交给你 你不会的电器 我也会交给你 希望我快些长大 这样我就可以照顾你 妈妈你辛苦了 我爱你 我真的很感动 真的很感动 他真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想那么残忍 王琳 不过呢 如果我说 我希望你就带着这份真情感 用一首歌送给你的孩子 可以吗 好 我唱歌唱得很烂 我是朗诵歌 那就朗诵一首 那我就朗诵一首 给在座的 给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妈妈 还有我的孩子 给所有的人朗诵一首歌 我特别想问一下林姐 你在带你的孩子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一些特别困难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吗 我儿子现在这个年龄 实际上是叛逆的 但是呢 我经常在他面前跟他 承认我做的不对 我赔礼道歉 说妈妈今天做错了 不好意思啊 你看 我今天又跟你大声喊叫了 我儿子说没事 但他心里是不高兴的 我经常是被他这样弄得 我就是心里就是特别难受 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 因为他爸爸在远 很远嘛 在加拿大 小时候孩子病了以后 半夜三跟小孩发烧 是正常的事 一摸 我演出回到家一摸 哎呀烫得不得了 然后给他吃点药 烧也下不去 怎么办呢 我说不行 宝贝妈 今天一定要带你去医院 妈妈不去了 我不去了 我很累 我起不了 我说你必须得去 他说妈妈 我真的不去 我说你必须得去 我就急了 因为经常你有的时候 想要做一件事情 孩子跟你 可能他也起不来床 但是你就心里很着急 我就一训他吧 他就坐起来了 那时候烧很高 估计快四十度了 我说你别说话了 拉着他走的那个路上 孩子就说妈妈抱歉 我让你累了 我心里很难受 我说你闭嘴 你不要说话了 因为风很大嘛 等我们走到医院 打完点滴 然后吃完药 已经是凌晨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我带他回到家 给他把棉裤脱了以后 上床 睡觉的时候 他一把就拉住我 那时候还小呢 说那个 妈妈 你辛苦了 你那么累 我还让你这么瘦了 休息不好 抱着我妈妈 我爱你 哎呀 当时我真的 我就眼泪呀 就是回头 我说宝贝赶紧睡吧 我转身 哎呀 哭了 我就坐在客厅里面 哭半天 主意 一句话 就已经足够了 有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孩子很调皮啊 或者说 你生活当中 有诸多的不如意 但是就那一刻 你就会觉得 什么事 都是可以过得去的 是的 对 所以我们在 今天节目当中 要给玉姐一份惊喜 是杰西 送给你的一份名 我真的吗 是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大屏幕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母亲节要到了 祝您母亲节快乐 又要工作 然后又得戳出时间 来照顾我 还有有时候 以前我不太懂事了 我现在还老跟您 老跟您顶嘴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非常后悔 但是三代五 已经长大了 我不会像以前 那么顽皮啊 我会听您的话 以后长大 也想保护您 通过这个镜头 我就想跟你说 我非常爱您 然后祝您 越来越漂亮 身体越来越健康 希望我们有一个 完美的家庭 妈妈我爱您 内心住着一个汉子的女人 总是会被孩子的那些 小的细节融化 我觉得她真的长大了 这样跟我说话头一次 以前都怎么说啊 以前就是 还是那种零零散散的 不会像小爷们的 刚才收到了 儿子送给你的礼物 那么接下来 玉姐也有一首歌 要送给她的儿子 爱的真言 陈铭 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在带你的孩子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一些 特别困难的时候 可以给你们说一下吗 我记得 唯一有个让我特别揪心的 揪心的事情 是她有一次发烧 高烧一个星期 烧到四十度 没办法去医院 住院 住院也不行 下不来 后来就医生给她 就是好几天没吃饭嘛 然后就给她抽血 然后打针 我女儿特别坚强 她从来不哭打针 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 就打针的时候 医生都说 哇 我都不敢相信 她怎么都不哭 还是个小女孩 对对对 所以那次打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摁着她 她开始一直忍着 她没哭啊 就说 妈妈 那个针 为什么在里面 滑来滑去呢 然后我当时就 一下子就 哎呀 好揪心 好揪心啊 她一说吧 护士紧张了 就拔出来了 拔出来以后 又打一针 打一针以后 找到血管了 抽了一点 又没血了 说对不起 我还得再扎一针 又拔出来 扎了三次 所以那次是 后来我就觉得说 孩子的健康 特别特别重要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宝贝们 会跟妈妈说 妈妈我爱你 我也挺心疼你 也这样 她会吗 会的会的会的 她也会这样 对 其实她会给我 很多安慰 就有一段时间是 就我参加歌手的时候 我不是生病了吗 就病得特别厉害 然后她每次回来的时候 就还给我打电话 鼓励 到后来的时候 我被淘汰的时候 回家 她问我 她开始是特别 妈妈 你的第几啊 我说第七 她说 那几个人比赛啊 我说七个 然后我说我被淘汰了 她就当时就蒙了 你知道不是该说什么了 想了想 突然间抱着我说 那妈妈 我给你安慰吧 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 没关系 淘汰就被淘汰吧 就会有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反而她还给我 很多的安慰 对 所以小棉袄的功效 就体现在这了 对 我们小棉袄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 我们来看看 来 这一看 可能就会猜到 一定是 小草莓送你的 对不对 是的 来看看 看看 这就是女孩子送的 小棉袄送的 还有一个 这个 好棒 画得真不错 这个是 我最近不是在录唱片吗 我一直在家唱歌 然后有一首歌叫 静美的花 然后她就说 有一天 进来说 妈妈 你这次新唱片 那个封面 能不能让我给你设计设计 然后她就画了这幅画 这挺好的 所以都说 孩子就是妈妈的软肋 也是妈妈生活下去的跪脚 孩子的一个拥抱 一句话 对 一幅画 妈妈马上就融化 一切都直了 对 今天 你的孩子给你送了一幅画 你能不能再为他唱一首歌 没问题 当然要 每次看到小孩很纯真 然后你就会回想起自己过往 想到自己初初来到这个社会上的时候 你也是很纯真 抱有很多很多的梦想 可是生活很现实 往往你就会被这些现实吞噬了 然后慢慢慢慢就迷失了 所以最近我就唱了一首歌 叫《那个人》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 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安静下来 回望一下自己的过去 然后看看现在的你 还是不是以前的那个人 看着镜子里面那个人 有时却要得让人陌生 至少说出的每句都诚恳 诚恳可是也深恳 总有太多不休的声音 任性将每个对错区分 世界从不同想象的天真 偶尔也不知小声 偶尔也不知小声 我一直在努力地往前飞着 连过灯火 也挺苦远迫 勇敢如此从来这一方都是你自己 我无法继续时间留下 有了有过多少被改变的车 还能不记得最初想要变成我 我一直在努力地往前飞着 连过灯火 也听过远朵 勇敢如此从来只能 能使自己 给他 我无法拒绝 时间留下的 又有过多少 没改变的人 还能不及得 最初想要 变成我 在那一刻 我特别想问会见哥哥 妈妈一个人带你们 是兄弟三个人 那当时妈妈 是不是会特别的辛苦 因为她要一个人 养三个大男孩 我爸爸离开我们的时候呢 我妈妈才三十几岁 我现在回想起来 在那个时候 她绝对 可以另外再找一个男朋友 可是到现在 她七十几岁了 四十多五十年里面 她都没有这么做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她不想 我们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所以总结起来 我可以说是 她为我做了 是什么付出呢 就是她用她的一生的幸福 换取我们快乐的童年 也因为我妈妈 嫁给我爸爸之后呢 我爸爸是做一个传员的 她一年当中呢 有十个月都不在家 但是说这个女人呢 一年只能见老公两个月 所以就养成 她现在有一种心态很特别 就是她很爱看爱情小说 很爱看爱情电影 前一阵子 就是吴奇隆的《步步惊心》 他特别喜欢 吴奇隆跟刘诗诗的那一段 爱情故事 我每一次回家 拨步步惊心 晚饭还在拨步步惊心 妈我想看一下新闻 不行 拨步步惊心 有一天我跟吴奇隆 通微信 我说 哎哟奇隆 我一听到你的声音 我就想吐了 她说为什么 我说 我妈看步步惊心 看了不下五十遍呢 我弟弟还特别 打长途电话给我说 要不要带妈妈去看一身医生 她常年累月在看步步惊心 还在看 还在看吗 还在看 还在看 我家的那个茶几上面 主要的摆设就是 步步惊心的那个盒子 那个DVD的盒子 那我说不用 你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的妈妈 其实从她二十几岁 到现在七十几岁 她最确的就是爱情 所以就让她吧 就这样子 你还是很懂她吗 所以其实现在有些时候 我特别纠结 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 不停地到处飞 我也看到我身边 也有很多朋友 都是离开自己的妈妈 在外面打拼 一年都见不到一次 我觉得这种心情 作为儿女的是特别纠结的 所以我就做了一首歌 就是讲这种心情 我能唱一下吗 当然要听 必须要唱 送给大家 这首歌叫《月圆》了 不知不觉离开家印尽好多年 不知不觉离开家印尽好多年 能不能如此过来抱紧多想念 不知不觉离开家印尽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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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离开家印尽好多年